大家好,我是黑哥,从去年年底这个疫情严重,黑哥停泊以后一直没有复泊,简简单单过了个年 然后过完年以后一直找这种黑哥心仪的小院 这总算是费了千辛万苦找下一个黑哥中医的小院了 小院也瘦就差不多了,黑哥带大家先参观一下 这个小院特别大,从进门这儿,它这个是砖土墙的 有点破,我就钉了个草帘子 这个院子是个一亩地的院子,五间正房,看的都特别小 这个房子边上有一小块菜地 不过这块菜地,种下菜以后全家估计一下天都吃不完 这还没有开发,这黑哥以后会在视频里展现 老爷子现在今天也是帮着干了好多活 这坐在汤医上在那看手机了 网络什么都全都好了 爸,美不美 好 这以前这个院子有三棵树 核桃树还活着 这好几年没有住人 这枣树和杏树已经死了 杏树已经把它挖掉了 这儿有点小垃圾什么的,黑哥都处理完了 完了这两天把这个枣树也把它给发掉 因为咱们住人嘛,院里,不留死树 这儿你看这个院里,这农用拖垃圾,这都是老物件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 反正这个拖垃圾是特别的老 看这轮子,这是有年头的 就在院里放着吧 这边还有一个三轮泵泵 我小时候反正这种泵泵是农村比较常见的 但是都好着了,咱也不会开 这小豆包在院里 玩的可是开着心了 来豆包,过来 坏的坏的,院里美不美 比城里美吧 黑哥这手上也是磨了点胶 粘到手上掉不了了 不知道影不影响明天做饭 带大家到客厅和卧室里面看一下 这全是老门链啊 有年头的,一块一块缝上去的 这进门以后都是家里的冰箱和这个沙发 黑哥全留着用了 往这添了点,就添了一个这小茶桌 一棍床,这全是这个房东的 黑哥就用了 不怕旧,只要干净就行 电脑也搬上来 看来样子,黑哥是非得在 这村里面藏住了 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后面这个卧室 卧室带厨房的 特别的老 这边已经不做饭了 比较暗 你看这老竹竿 这全是以前搭龙布啊 搭抹布的 这底下是个灶台 现在不用了 都抹着砖 这也是装柴火的地方 这间就是卧室 哎哟,真亮 这土炕下面就是那草席子 这是那砖炕 砖垒的 看,全是砖头 这已经把这个床上的所有东西都扫干净 黑哥一层一层的铺了 铺的特别厚 但是这肯定是问 这给老爷子拿着这枕头 新枕头 床单什么都满好了 这个床上面睡四五个人 一点问题没有 现在黑哥一直在争着 和老爷子随随随着土炕 想了半天还是老爸老妈睡这儿吧 我睡客厅 这地方真的是睡上 肯定是特别有感觉 你看,这外面就是灶台 你看这玻璃 衣食爆层特别好 再带大家参见一下厨房 这厨房也是这砖土地的 墙有些破旧 黑哥也做了处理了 这进门的老桌子 老凳子也有 黑哥买了个大房桌 吃饭人多了都能装下 案板什么都添着的新的 关键这里面的土照 看见了吗 以前的老土照 这还有风箱 这全是有情怀的东西 这应该是柴火墨 我也没有问 应该是装柴火的地方 不过咱这村里也通了天然气了 以后就用天然气 这老柜子 黑哥也不动了 反正把它擦洗干净就放这 这墙上这些残留的这些 这是油烟 黑哥都扫了一遍 说滚大白了 我感觉没有那个必要 扫干净就可以了 这样更有沧桑感 玻璃圈这小框呢 天然气炉子 黑哥也准备好了 调料什么的全上来了 过完瓢盆 明天就能开照 现在已经下午15点了 今天也是收拾了半天 收拾的基本上全部停荡了 明天就能开照了 然后正好明年五一 黑哥也在这里祝大家五一 劳动节快乐 告诉大家黑哥已经强势回归 敬请期待 拜拜